编译观察者网徐前昂 依旧认为自己大获全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Carroll在当地时间29日 接连在CNN CBS两家媒体访谈节目中出境 并对外报喜 美欧联手效果显著 中国已被孤立 而就在今天 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的外交部长王毅强调 贸易自由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始终站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一边 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谁搞单边 谁才会被孤立 出席CNN访谈节目的库德洛图 自CNN早前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塑料情出现裂痕 特朗普用关税大炮扫射队友的行为 一使得欧盟多次铸墙反击 就当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访美前 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大赞 关税真是个好东西 这引来外界的质疑 这次会议是否会充满火药味 特朗普 关税什么的最棒了 针对特朗普的推特内容 CNN主持人向库德洛询问他的看法 对方表示 如果枪口对准的是中国 那这波不亏 你知道的 如果设立关税的目的是好的 比如针对中国 那我觉得关税的确是个好东西 很多从上自由贸易的国家都认为 中国没有遵守规则 贸易体系的崩溃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 中国 他还在CBS的节目中指出 在这件事上 欧盟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美欧联手下 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孤立 荣克主席直接就是开门尖山 说我欧盟要买你们美国的大豆 还说这样会帮我们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曾经想和欧盟达成贸易协定 但荣克说了 更想和美国谈 我觉得这样已经把中国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我认为中国已经被孤立了 不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有 库德洛在CBS节目中图自CBS视频截图 特朗普政府最近一段时间疯狂向中国甩锅 因特朗普的决定 美农被送上贸易战前线当炮灰 美国总统却把该国农业的损失归咎于中国 在26日的WTO大会上 美国大使还将全球最具保护主义经济体的帽子反扣给中国 大有贼喊捉贼的意思 面对美方指责 中方大使张向辰有理有据 他表示美方将如重商主义这些帽子 扣在我们头上是非常不合适的 存在的不足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而不是中国获得发展的秘密武器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辰 图片来源 商务微信文微信公号尽管如此 库德洛依旧认为 特朗普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 他还用四年来美国最佳单季度 GDP增长 历史性低失业率为例子 称特朗普经济本重向好 总统真应该搞个胜利流行 不过 CNBC新闻网的分析师曾指出 虽然经济增长可以归功于特朗普税改对消费的刺激 但税改利好预计将被贸易阴影吞噬 暗示这种破记录式的增长只是暂时性的 此外 库德洛此番话还和他此前作为新闻评论员时的言论相矛盾 今年3月5日还未被特朗普提名经济顾问的库德洛 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比喻成减速贷 称会给美国低收入家庭造成不少税收压力 库德洛这种自行打脸的做法 在福布斯分析人士的眼里 是一种针对中期选举所采用的诈数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令美农低血 其年初敲定的世纪税改政策也在偷偷发酵 美国的蓝领工人注定拉大和富人值钱的差距 再加上国会增加政府开支的议案 美国狮子再过几年可能上万亿级别 你不能怪总统 库德洛谢世道 他上台时接手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完全破碎的 包括WTO 这背后有 且不仅有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总统现在要干的 就是修复这个体系 史上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像他一样如此执着 但恐怕连这句话的真实性都有待推敲 近年来 WTO运行效率低下 改革已成为人心所向 但在其盟友眼里 美国至今对WTO只有抱怨 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意见 反而阻挠 WTO上诉委员会的更新换代 相反 在改革WTO仪式上 欧盟内部已于上月底讨论出 一份18页的WTO改革方案 旨在盯防美国对WTO上诉机构的干预 以防WTO遭受系统性瘫痪 欧盟这份18页的改革方案 这份方案得到中方的认可 在本月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后 双方已明确将建立WTO改革联合工作小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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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